1月19日临时三十许 本分局巡逻警网巡金花莲市 国联三路国联五路口 发现一辆自小客车 未规定使用方向灯 警方向前趋前燃停 该车未依警方指示 近加速逃逸 或不慎撞击路旁的路数 导致后方乘客面部挫伤 经送医诊治没有大碍 在盘查过程中 驾驶散发浓厚的酒气 经检测有酒后驾车的情势 在车内警方目视可及之处 发现K盘一个黑他命一包 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 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